這間小學的名字就是 St. Torben's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St. Torben's 天主教小學 這個就在正正市中心那裏 在劍橋的市中心那裏 附近就一間很古式古香的教堂 這個就是正正的入口 這裏就是進入了小學的entrance 那裏見到建築 建築如果說宏偉就一般 普普通通的 但是位置就正正是劍橋市中心就很方便 那如果由小學的正門走出來 那如果香港人來到就應該找到很多東西吃的了 那對面馬路這裏就是一間外賣店 那就是那些中式食品 那其實就不是很正宗的 主要是給小人吃的 那再走過一點點 就是小學大門出口一出來 那條馬路就可以吃到雲吞麵 燒鴨湯河那些東西的了 那這間就是那些港式茶餐廳 那這條街走過去就是劍橋的正正市中心 那些匯豐銀行啊 那些大百貨公司 不如John Lewis 那些就在這裏了 那附近環境就 都幾清淨的 那些學院啊 那些氣氛就很濃的 因為它就正正是劍橋的那些 college 呢 包圍著的 那我現在去這間小學的側門那裏看看 那這裏就是它的側門 那它幾個入口的 後面那裏 又是可以接放學的 有幾個出口的 那你見到它就 這裡賣光了廣告的了 那就是 是一間 outstanding 的 school 不過它這裏寫著是2014-2015 那現在也是的 好像是 現在還是 outstanding 的 那這裏就是它的 side entrance 那這裏是劍橋市中心 那樓價都不會便宜的 劍橋的樓價 在英國來說 都是 頭過前幾位的了 倫敦之後就到劍橋 牛津啊 這些地方的了 那如果一個 apartment 大概 大概四五百港幣左右 這裏就